青少年武术的训练对腿的训练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下朝天灯 我们如何教小朋友 来第一步 脚站稳 第二步 右手抓脚后跟 左手抓脚尖 贴着 这个贴着 但是我是蹬不上去了 贴着胸口往上 走 走 拉着这会有点疼 这 走 最后那一下 用力 看这个歪了 哎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 而不是穿上鞋 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样 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叫朝天灯 他一定是贴着这 直上直下 好 快速 好 坐一下正踢腿 学过没有 来 站在这 从这往那踢 来 站好 正踢腿 前脚尖点力了 好 坐 走 落地要轻 三直一勾嘛 好 停 好 向回来再踢一次 三直一勾 好 身体要踢 头要踢 手要踢 脚尖要踢 脚尖要勾 来 预备 好 走 打 走 好 停 好 这样踢腿 注意 注意 我给你做个示范 我这个腿踢不得那么高了 腿受伤了 你看一下它这个状态 站着不要乱动 打 不要晃它 不一会做成这样 上子都不要动 上一小步 好 别乱动 打 好 打 做到没有 好 这个腿要保护好 反正受伤的就玩不了了 好 停